你本身跟这个阿克猫的关系如何? 有点犹豫了 我跟阿克猫个人是OK的 青年团队青年团就不OK 对,不是说不OK 冲突是蛮多的 那个冲突到底那瓦奇妍是在哪里呢? 是不是因为安华的因素 是阿克猫他是小安华的原因吗? 他安华的色彩 还是他是Rafizzi的色彩太过浓 我觉得如果是要把东西赖在安华 或者在Raf的身上 这个是不公平的 因为毕竟他是工青团里面选出来的 最终他现在不理他的色彩 谁的色彩浓都好 他有责任去 他有责任去扮演他应该扮演的角色 而做总团长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责任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 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党的基层 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中委 就是我们的全国中委 我们的州领导层 他们的声音肯定是有很多是反对 我们就是我们需要传达的 但是最终做决定的呢 就是在那个 就是我们的PHU Council 很多时我们都 我们要求 不要讲阿玛啦 其实四个当时 我们做政府的时候 四个党包 有很多时候 都会是 你有你的立场 我有我的立场 最终做不到决定 为什么 大家都不肯去妥协 而当时四个当中呢 最最好不妥协的 都是阿玛 但是他不妥协 不是因为政策 他不妥协的 因为他最终他会跟我说 我要把这个东西带回去先 我要把这个东西带回去先 你的key decision maker 你的全国公卿团的理事最高的 那五个都在这边 我们身为领袖 有时要做决定 但是你不要做决定 我觉得的当时不是他不要做决定 而是因为他做的 他他带来的另外四个 不是跟他同一个camp啦 所以 就是有这些问题咯 公正党 其实在霹雳州 我们真的是家和万事兴的 我们真的 其实我们真的是很close 因为 毕竟 我不要讲别的一员啦 我可以讲 我跟嘉欣 陈嘉欣 我们真的是 可以说是两兄弟一样的啦 而可敏跟Farash也是蛮close一些 都是好朋友 然后 其实 陈信党我们也是很close的 其实从一个人与人之间 我们不单只是盟友 我们也是朋友 这个是一亿元啦 但是三党当中的关系呢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就是之前 前两三个月的大波动 就是 这个 岛大臣 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骂过假 所以 中央的我不知道啦 中央的有一点点不同啦 但是在 在霹雳州 我可以很大胆的跟你说 希望联盟三党的关系 非常好 你的意思是社亲团跟无亲团 啊 OK 呃 我 我可以很老实跟你说 我跟 几个无亲团的 呃 其实不是无亲团的 其实是他们某体的 是啊 我其实是跟巫统 就是他们的Magist的定义 都有两三个是 就是朋友啦 呃 但是我们通常都是谈大局不谈政治 哈哈 因为谈到政治就骂家 但是谈大局 大家都有大家的见解 呃 关键是 目前啦 如果是从 纯粹谈政治 行动党跟巫统是 呃在议席方面呢 是 是没有冲突的 嗯 是没有重叠的 嗯 土团党呢 就不同 因为土团党之前是跟我们同一个联盟里面 现在呃 土团党跟呃 回教党跟 巫统之间 他们现在的那个插的很多抹花的那个大抹擦 嗯 现在就出现一个很呃 我觉得是很有趣和很精彩的一个呃 呃对我们有利的抹擦就是 嗯 到底呃 呃 如果在呃 不是说全民共事就是国盟里面三党的这个抹擦 他们的议席谈判当中 到底 呃 如果真的是摩擦到 骂大家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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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再做一个最终决定就是要跟呃 呃 要跟国盟切割 自己跑自己的路 到底呃 呃 土团党的那些议席 到底是会是巫统去打 还是回教党去打 还是全部 openly 呃 自向产杀 而当中呢 可能行动党 可能希望联盟公正党和诚信党 可以从中可以捞取一些愚人之力